明明節慶 我今天就來包一個 幼稚雞湯 擁有包湯女神稱號的網紅 LOLI 黎台麗經營頻道還自創品牌 今年在婆媽界迅速竄猴 如今卻爆出欠債風波 冤大頭之一 還是知名歌手 新小綺 這句領悟仿佛唱入新坎裡 更何況兩人還頗有交情 新小綺二零一八年曾特地發文 感謝好姐妹黎台麗 根據《鏡周刊》報導 黎台麗前男友A先生爆料 六年前品牌起步 為了營運黎台麗到處借錢 何新小綺借了四十萬也都沒還 借款對象還包括建設公司小開 媒體高層 針對爆料黎台麗親自出面 澄清全都是不實指控 我沒有到處借錢 他就是要利用這樣的方式 來毀滅我的人設 在七八年前我曾經的確是我在 因為我是自己白手起家自己創業 所以的確有調度困難的時候 那我也曾經想要借過款 那一直都是在分齊付款當中 實際求證新小綺經紀人 依舊不做回應 黎台麗強調有持續償還債務 絕無欠款千萬 對於前男友指控打算提起誣告 而隨著爭議發酵 包糖女神身份也被棋底 我當過鋼琴老師 舞蹈老師 然後還有當過幼稚園的老師 結果現在我竟然是包糖養生師 黎台麗靠著包糖崛起 原本是學戲劇出身 畢業後在電視圈工作六七年 直到在上海遇見丈夫 轉做食品貿易 十六年前老公被診斷肝癌末期 為了舊夫 他開始學習包糖技巧 同步自學中醫氣功營養學 才打出名號 如今惹上欠債風波 更讓包糖女神招牌蒙上一層灰 靜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 靜善靜情節目 靜善靜 靜善靜